那第一位我们邀请到是 桃园市女童军会的总干事吴佩晨 嗨 总干事好 好 节目主持人您好 很荣幸能够来参加我们快乐玩童军的这个节目 那由我这边呢 我来说明一下 桃园市女童军会我们成立到现在已经43年了 那也是一如总会 我们就是要培训培养女孩子 有领导能力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以这个为基础的话 我们跟日本神奈川县 之前我们在2011年到2015年 我们就一直有做交流 那交流结束之后呢 因为我们彼此有建立很好的友谊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横斌市的一个联盟 这个副理事长 副会长 外山虚拟市 他持续跟我们有一个联系 那我们也持续表达我们想合作的 继续合作的意愿 所以呢 也经由他的介绍引荐 我们就在去年12月底 我们桃园市女童军会 有我这边还有我们另外三位理监士 我们就过去跟横斌市的联盟的理事长 他们见面来洽谈我们后续要继续成为合作 成为姐妹会的这样的一个细节 好 那我们第二位邀请到是 女童军会的副总干事 李玉玲 哈喽 你好 哈喽 主持人你好 还有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慈文国中女童军团长李玉玲 也是桃园市女童军会副总干事 我的名字是李玉玲 然后我们这一次很幸运的呢 就是有这个机会再跟横斌市的伙伴们呢 签上线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桃园市的 经过总干事的努力 还有我们很多理监士的一个群策群力 所以我们桃园市的女童军们就有这个机会 参与了这一次的参访的行程 但我们不是随便就是找几个女童军一起去 我们是经过全线的一个征选活动 然后征选完之后呢 我们录取了12名女童军 跟我们一起出发 但出发前我们又希望他们拥有一些 一定的能力跟水准 所以我们进行了7次的集训 那这个集训呢都会运用 就是女童军们的 还有服务员们的礼拜日的 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间 其中可能选一天 然后我们呢就进行集训 那内容的部分呢 我们有包括很多 譬如说在日本的文化跟语言上 还有呢就是美姿美姨 以及我们要出发前的所有的准备 譬如说我们会带一些传统的舞蹈 我们准备了一支彩茶舞 然后我们还有邀请了一个 大纲国中的一个专业的舞蹈老师 来教我们跳原住民的舞蹈 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 在做这些准备 然后我们也花了很多心力在讨论 我们该带哪些名产 然后该带哪些有趣的东西 到日本横冰 介绍给日本横冰的朋友们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 希望能够在这一次 第一次的结盟的一开始呢 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回忆 好那我们第三位邀请到 是女童军会的这个服务员 詹燕怡 哈喽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在这个桃园市 女童军会服务 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 也有幸参与到 刚刚总干事提到的 我们先前的五年 跟神奈川这个县的联盟 有一个长期的这个友谊的互动 那我自己呢有在之前也曾经 有带桃园的女童军到日本 进行交流露营的经验 那在桃园呢也接待过三次 就是日本的一个方面 来到我们这边 那我觉得这个交流经验 其实对孩子的成长 是非常有助益的 它跟一般我们去观光旅游 不太一样 它会比较深入 而且因为大家都有 女童军的身份 所以很容易建立一个互相联络情谊的桥梁 尽管语言可能还是不是这么畅通 但是友谊的建立却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很独特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也是很认真 也很期许 我的孩子也能够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那很高兴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次的训练期间的成果 在这一次的露营交流期间 8月6号到8月11号这个期间 也有很大的收获 那首先是我们为日本那边的伙伴 准备了一个介绍台湾文化 还有我们台湾女童军的歌曲 游戏 还有活动等等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时间 那当地的会长他也很热情 他甚至邀请了居住在山梨县 当地的居民巡守队 他们也都来参加 那我们甚至呢 在那边也现场制作了 台湾的珍珠奶茶 给他们喝 那尽管他们有一些人 是阿公阿嬷的 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奇 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 就是非常的喜爱 大受好评 那我们也选取了一些是 日本也有 台湾也有 比如说折子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歌曲 同样的曲调 台湾的语言的版本 跟日本的语言的版本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欢唱等等 就是让大家彼此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很深入的 那生活在同样一个地方 24小时 孩子们他们的互动 也从陌生到建立友谊 那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 就是说还有除了露营的活动以外 还有Homestay的这个部分 那深入到当地的家庭里面 其实是一个更特别的一个体验 可以从全方位的观察 跟了解文化差异的地方 那从交流互动的部分 其实不止我们跟日本方面 学习很多 其实日本方面 他们也很欣赏我们 比如说他们认为 台湾的女童军的文化 甚至女童军的服务员 是比较活泼的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的歌曲游戏的交流 他们也很喜欢很欣赏 那希望这样子的活动呢 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是对我们这个长期来讲的 文化交流也好 学习也好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 我先补充说明 我们去年 过去横滨跟这些会长 副会长确认我们要交流之后 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 他们就是过来来桃园 跟我们签约 正式成为姐妹会 所以在三月份过来 我们就确认L区的时间 还有参加的活动的形式 这一次不是用露营 我们是用树营的方式 就是因为那会长 他在三里县那边 有一个专门为青少年办活动的 一个废弃的小学 来作为一个活化 就可能成为 成为一个青少年的营地 所以我们这一次交流 我们把内容时间 我们都确定了之后 后续再开始筹备有关八月份 这一次的一个参访交流活动 所以就以这个活化的学校为基地 来进行一个树营的活动 对不对 好那是不是就来 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六天 你们大概怎么样规划 我们第一天的时候 到的是横滨 他们当地一个叫做野岛青年活动中心 就是有一点类似我们的 阳明山 救国团的青少年的活动中心 这样的一个基地的地方 那它是位于横滨市 那也因为位于横滨市 所以我们可以跟整个横滨联盟 比较多的女童军伙伴们 进行一个欢迎会 互相认识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opening的仪式 那隔天早上醒来之后 我们就前往刚刚总干事提到的 山梨县的那个废弃的小学 它已经活化了 整理的非常好 环境也很好 周边就是田野跟山软这样子 那我们在那里进行了三天两夜的露营 宿营活动 那结束之后呢 我们再从山梨县回来的过程中 他也带我们去了这个日本 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富士山 我们去做了一个践行的活动 真的爬到富士山顶吗 我们走的是五河墓 那我曾经有去过 但是这一次去呢 走这个五河墓 我一边听日本团长的介绍 我才知道说 对日本人来讲 这个五河墓以上就是神的国度 五河墓以下是人的国度 所以我们在走的那个腰带 其实就是神与人之间的界限 这样子 所以听了很多这样子的话题 真的是更深入 而且他们还交唱了许多 关于富士山的歌曲 就是有点像他们的童谣这样子 对那其实我们很幸运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日本是刚好有一个台风 就是擦边界过去 那我们第一天到横滨的时候是 还无风无雨 那我们第二天就往山梨县了 结果听说我们在山梨县路雨的时候 横滨就是风雨就比较大这样子 那后来我们要移动到富士山的时候 就是只差了一个夜晚的时间 那我们到富士山的时候 就是也是天气非常晴朗 那日本团长也说 哇他们也很难得 可以看到这么明朗的天气 然后从上面往下看 这个远眺啊 视野非常的好 那富士山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横滨市 那孩子们就是进到 Homestate接待的家庭里面 那再隔天呢 就是我觉得日本方 真的是非常的有心 而且我们感觉到备受尊重 就是让我们安排 跟横滨市的副市长 我们到市政厅 也做了一个会谈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对那孩子们也都觉得说 这样子的文化交流 他真的不是随便来玩玩的 他是非常需要严肃认真 好好对待 这个场合我觉得是塑造跟建立的 非常的完善的 哇很少有官方代表会出来 接见旅童军对不对 对 所以非常特别的体验 那个场面非常的隆重 他们停下所有手边的工作 然后所有工作人员就都排好 然后热烈 烈队欢迎我们上那个上楼 所以其实我们所有与会都觉得非常的 就是备受尊荣 然后觉得很荣幸的感觉 对很感谢 我们从出就进场到坐下 那个掌声是没有间断 掌声不断就对 对对对对 觉得非常的惊讶 觉得很受很受那个就是尊敬这样子 好那介绍完你们这个六天的这个行程 接下来跟我们讲讲你们在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看到一些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 他们或者是他们更多一些比较精心的安排这样子 我先说明就是首先当然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做事的态度 真的非常的严谨 而且是会让我们在各种细节方面都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还有体贴 就是其实在这一次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姐妹会 其实我们驻台办事处 横冰办事处那个陈处长真的也协助我们很多 从去年他跟我们见面 我们双方 日本跟桃园这边 见面就在他们办事处谈 所以会让这一次的合作可以这么顺利 这次八月去也是第一天我们到了横冰 其实日本人也是帮我们就是也带过去 再跟那个处长做见面说谢谢他 我们现在真的过来交流了 所以在我们 其实我们政府这一部分也协助我们很多 因为其实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也是外交部也是有发文给我们桃园市府 请协助市府协助我们 女童军会这边可以顺利的办理所有的这些筹备 对那所以这个都是日本人 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在筹备在运作的 才会让这些这样做 所以让我们也学习到很多在日本 他们怎么去规划活动 他们的用心的部分是让我感受很深刻 那我这边要讲一个就是我们在山里县的营地 就是我们走了一个hiking 然后回来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在那个山边啊会有铁网子 我们就讨论了老半天我们在讨论说是禁止人上去还是 但是不希望那个就是野生动物下来 后来我们得到的答案是 他们其实是保护野生动物 不要误闯就是就是村落 然后以免让他们受伤 然后我听到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说其实日本日本的日本人对于那个野生 还有就是野外的一个保 就是生态的保护啊 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用心的 然后我们走的那个步道叫做大 是一个西谷的步道 对 然后他那个步道其实不是太多人走的 然后就是非常原始的 所以我们的女童军走的 他们其实都体验非常深刻 就是第一次走这么原始的一个步道 然后他们的那个瀑布啊也是很美 然后溪水非常清凉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走那个 那个五开小学附近的那个环境 实在非常的美 我问过我们的女童军 他们就说如果有机会 真的还想再去一次 对那是一个非常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然后我的女童军有的 其实一开始不太喜欢户外活动 觉得有虫啊有什么的 可是他这么一趟回来之后 他说他会想念 因为可能很少接触 真正那么原始的森林 所以感觉体验非常的棒 那回来之后 你们应该也有看到一些女童军 他们会写一些回馈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特别感动的跟我们分享 我想除了回来之后才看到的部分 其实当下就是马上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差别 比如说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些孩子 其实先前我们在台湾 已经集训了非常多次 那可能我们在实际出发之前 其实团长的心里 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 觉得孩子好像还没有全然准备好自己 就是他还是有点羞涩闭塞的 那但是到了那个环境之后 你会看到说 因为团长不在他的身边 其实真的没有人 像过去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 你做什么的动作 都有人给你明确的指示 或给你很大的支持的时候 他自己鼓起勇气 然后去打开他心里的这个门 然后主动去进行交流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棒 那其实我最感动的是 孩子们他们其实前一刻还互相壁垒分明的 日本方的女童军跟台湾方的女童军 各在一方就对 对然后很害羞 虽然他们都很有礼貌的微笑点头 但是下一秒当歌曲声响起的时候 他们可以互相拉着手一起玩游戏 脸上的笑容自然而然就涌现了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棒的 那回来之后 我觉得孩子最深的体悟是 好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语言 如果我可以再更流畅的语言 那其实我就可以更好的 把我的想法跟意见跟对方交流 那我觉得这种想要继续去跟对方 建立友谊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收获 总监制有没有特别的心得 一个活动可以这样顺利完成 其实真的要感谢很多人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日方那边 在这边我们其实非常谢谢 我们新北市的李嘉惠团长 其实我们过去 那时候我们语言不通 是他协助我们翻译 那再来就是说来到 我们后来来这样子顺利的 在办这些活动 其实真的我觉得 我们可能 我们只是先前前面行政的筹备 实际在做的是这些团长 包含刚刚我们副总干事 还有张燕颖团长 这些大家的那种分工 真的同军本身可能有训练 我觉得同军这些都是默契 不用特别讲 大家互相就会补位 就是不管在出发前 他火的日本的那几天 回来之后的 我们整个的那一种 我们说全方位的管理 或是检验 我们觉得都会随时去检讨 或互相的讨论 待会我们该怎么做 后续之后怎么做 这一部分我是很相信将来 我们接下来要筹备明年 日本人来我们这边露营的部分 我们更有信心可以完成这样子的 让我们大家交流的更好 所以一开始的担心 其实到了现场之后 很快他们就会自己自立自强 就打成一片了 也不用太担心他们的交流问题 一开始还是有一点害羞期 但是一旦开始了之后 其实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 反正他们想尽办法 就用中文英文日文这样交流就对 对 除了我觉得小孩子的交流之外 我觉得我要提一下 就是我们服务员之间的交流 其实蛮有趣的 也就是说 我们都看到了日本方的服务员们 其实像Toyama桑 他其实就是70岁 然后他就笑笑的说 他其实是最年轻的 结果我们就觉得很疑惑 后来没想到就是 他们其他服务员都70几80几 对 然后甚至我们还认识了一个 就是一个服务员 他86岁 他从头到尾都站在厨房 帮我们准备三餐 非常的感人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这几天 尤其是交流 我觉得我们是好像去那边 让他们照顾的感觉 然后我们要离开 在日本就是在机场要回家的时候 然后那个就服务员们 就是会握着我的手 然后就会很真诚的 看着我用日语说 元气呢 就差点快哭出来 对 然后在那个入关的那 就是我们真的要搭飞机的那一刻 回首的时候 发现他们就一直摇手 一直说再见 我们就是以为就是只有这样 就没想到我们去带 就是去等飞机之后 等下真的要进那个机舱 就经过一个玻璃门 对空桥 竟然看到那个料望台那个地方 那个伙伴们还站在那边等我们 然后看到我们路过那个空桥的时候 一直跟我们挥手 那时候真的眼泪已经快要掉下来 然后后来我发现不止这样 就是等到我们都就定位了 飞机起飞了 然后孩子们说他们看空桥那边 还在挥手 对他们还在挥手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说 就是送机送到这么的真诚 然后就是 其实我现在讲到这个 我还是觉得非常感动 对一般送机都送到出关就走了 真的 他们像那粉丝在追星的感觉 真的是明明只是短暂的认识 六天 但是我到后来是一直哭到不行 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86岁的那个阿嬷 她非常可爱 我第一天就喜欢她 我就跟她鼓起勇气跟她搭讪 这样子 左鹤阿嬷那种的感觉 我就跟她一起在厨房工作 然后最后她 她据我所知她原本是没有要来送机的 但是她最后就是 为了她出现在机场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是不是要跟她再见 我就忍不住想拥抱她 然后但是到最后她又出现在机场了 然后我就实在太感动 然后就是一回头看到她 我就忍不住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 对然后 但是我们不走 他们也要哭了 所以就只好 没关系我们的友谊还在 还有在碰面的一天 对 86岁的阿嬷 你看她在准备活食 有没有感觉到她特别的严谨 跟那种精神这样子 因为我相信他们在准备的时候 也是一样会用一贯严谨的态度 非常严谨 不是随便煮这样 真的 对 然后就是当然动作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我跟她一起做的是 拨水煮蛋的这个工作 对要做那个马铃薯沙拉这样子 但是你就发现她动作虽然很慢 但是那个蛋壳 细细碎碎的 她一点都不会放过 拨得很细心就对 对很细心 就是我觉得也 我觉得这也是我很想要跟他们学习的 就是说他们一直乐于奉献 所以他们尽管86岁 她还是让人家觉得她活力充沛 然后她可以劳作为乐 而且她非常的自豪 就是说她依然可以在这个现场去为大家服务 然后我还在讲一个 就是我们去的之前 他们那边就是横冰的那个会长 他其实是叠交了好多次 然后他就是有受伤 然后他就是去有去看医生什么的 然后他其实就是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还掀开他的脚踝 其实还是肿的 受伤 对可是他一路都陪着我们 然后就是非常尽心尽力 然后就是那个五开小学的那个营地 也是他就是他经营的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热心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那种一己欲动 就是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年迈的人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统军前辈 然后他在我们心中 其实在我们眼中 在我们心中 其实就是一种典范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回到台湾来 我会觉得说 我这个童军服务员 也才不过当这么几年而已 对跟他们比起来 我觉得我就像是个婴儿的团长一样 其实要学的东西还真多 对这是其实说 一趟的横冰参访 不是只有小孩子们收获了 其实我觉得服务员也收获很多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 这个总监事副总监事 以及团长来到节目现场 为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来访问 这个三位参加的女童军 一开始先请她们三位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彭怡欣 大家好 我是丁祈遇 大家好 我是蔡佩欣 好 你们的自我介绍太简单了 你们没有顺便把你们的学校 还是你们的团次稍微介绍一下 好 再来一次 大家好 我是磁文国中第36团的彭怡欣 大家好 我是KUMA团 75团的女童军 丁祈遇 大家好 我是磁文国中第36团的兰姐 蔡佩欣 好那你们三位这个过去有几次到日本的一个经验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交流 对我们都是第一次 全部都是第一次 对 那以前有没有到日本旅游过 有 有 我没有 那正式交流是这一次就对 对 先讲一下你们在前面有七次的一个集训 你们大概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训练 就舞蹈啊 然后美姿美意啊 都有很多种类 就是去日本所需要的都一定要去准备 对 就是你们的表演节目就对 嗯 然后还有学习一些基本的日文啊 这样子 嗯 打招呼的之类的 这样 好 那等你们真的踏上日本的那一刻 心灵感想怎么样 应该蛮兴奋的吧 很激动 嗯 然后一开始跟他们碰面的时候 嗯 一开始会不会紧张 蛮紧张的 对 而且因为日本人其实也是很害羞 然后我们也很害羞 所以就没有人先去踏出哪一步 所以就是跟交流的那一个开始 所以其实都蛮紧张的 后来大概经过多久的时间 你们才越来越熟悉 大概是见到面之后 在晚会的时候才开始 对 其实一个晚上就蛮熟悉的 就欢迎晚会就对了 对 欢迎晚会之后就 隔天早上大家就都打招呼啊 然后就比较开始热络起来 你们睡觉有分开睡吗 有 有 有是分开睡 我们自己睡 然后日本人一起睡 哦是分开没有交错 让你们这个 没有 可是就是打开门就会见到 而且洗澡的话也是用同一个 大家一起洗 对 先讲一下那天的 算是迎兵晚会对不对 对 他们有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节目 让你们印象深刻 就大概是御医吧 就跳他们的传统舞蹈 感觉就是会在祭典的时候跳 然后是不是那种节奏是比较隆重 然后比较慢的那种 像仪典的那种 对 他们有两首吧 然后第二首就是 可以我们 他有叫我们下去一起跳 这样子 就是比较简单的舞步 然后节奏就是 也是比较勤快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着 这样子 就互动的一些舞步 那你们带什么节目去 我们在那天的晚会的话 是跳原住民的舞蹈 这样子 哪一首歌 不会是高山清吧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用阿美族的族语唱的 这样子 所以这样跳起来更有感觉就对 是族语的舞蹈这样 就很有力量的那种 那你们有带服装去吗 有 是自己做还是真的阿美族的衣服 真的阿美族的衣服 所以是有特地去准备过去的 就是刚刚团长们讲的那个老师 然后他提供就是借给我们这样子 所以就是他帮你们训练顺便把这个衣服借给你们这样子 对 那当天晚上应该蛮嗨的 对 那晚会应该还是有先准备一些美食吧 对不对 有 因为通常这种欢迎晚会应该都会吃的比较好一点 没有之后都吃的也不错阿 每餐都很好 都不错 讲一下你们这个后来到三里县等于是到那个学校 它是一个很幽静的一个这个小学吗 对 走到旁边吃 就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那个小学跟我们跟日本人这样子 都没有人 附近还是有居民 教室全部冻结在没有人的那一瞬间 没有这样的学校就整个都是我们用 对就是只有我们这样子 平常他们自己童军还是有使用 是你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好就只有你们那一天 好像是他们管辖的 对 嗯嗯嗯嗯嗯 几天应该有做一些什么 做什么样的一个分战体验阿 还是有一些模组吗 嗯有 还是他们应该也会设战吧对不对 对我们是有一个晚上 台湾讲 对就是交流 就是我们会准备我们的美食阿 然后一些文化 还有介绍我们台湾女童军的系统之类 对然后他们也会有他们有寓意的体验跟日本的茶道 啊我们就交流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用分战的模式你们一战一战互相这样子换是不是 嗯应该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人其实很少 所以就是1212而已 对就是一半而已就是他们分一半的人先来体验我们 然后我们一半人先去体验他们 然后时间到了再交换这样子而已 一半的人去体验那一半的人就设战就对了 对对对 好那你们设了什么战 呃有童军我们台湾童军的女童军的 然后还有台湾美食 还有体验台湾折子 还有茶道歌唱对 台湾折子有什么特别 就是折台湾黑熊阿就是他们对他们没有的这样子 台湾黑熊好不好折 不好折 嗯应该练蛮久了吧 因为不常折吧对不对 那台湾美食还有哪一些 除了你们有现煮珍珠以外 芒果干豆干 董梨酥 对然后花生糖 有没有难度比较高的 你们这个讲的都是拆开包装而已 我其实真的只有在这间包装 煮的只有珍珠奶茶 其他都是带过去那边 珍珠奶茶你这样吃 有没有跟外面比较有差吗 好像也没有我觉得我们煮的很好啊 刚煮出来都蛮Q的 是团长们煮的不错这样 然后就配奶茶就对就变真的珍珠奶茶 奶茶也是带我们的茶包过去泡 是是是 然后真的用吸管吸吗还是用汤匙 都是吸管 这个就跟台湾一模一样 然后完全整套带过去 他们好像对我们珍珠奶茶特别的感兴趣对不对 大家都是手摇 应该是没有手摇店 再来一杯这样子 是好那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美食 就日本的茶 日本抹茶 抹茶 是甜的还是做料理 还有苦的那种就是最原始的 真的喝的抹茶 对 然后是他现场用茶道这样泡吗 不是他们一直在那边磨的 就是用豆子然后再磨 然后再冲茶这样子喝 那有点像雷茶吗 有点雷茶的感觉 要现场磨就对 对 好那还有这个后来隔天还有什么活动 隔天hiking 就是爬 爬很多瀑布很原始的山这样 然后就感觉真的很想住在那边吗 就是不要回来 其实当下很累 然后爬完以后就觉得 其实也还不错这样 有风景很漂亮 全程走多久 大概一整个上午吧 可是应该也不是就是践行而已嘛 也不是真的爬山对不对 可是那山也只是斗的 没有他就是山 他没有路的 没有步道 真的往上爬的 是真的往上爬 然后真的有爬到山顶吗 还是爬到一个什么定点这样子 没有 因为那时候天气其实就有下雨 然后天气不太好 然后我们好像没有照原本应该要走的路 就提前就下山 有缩短就对了 对 因为天气不好 对 可是像八月这样子 应该爬起来蛮舒服的 又有点雨这样子很凉爽 可是还是有点失念 就是有点失 有没有穿雨衣爬吗 没有 没有穿雨衣爬吗 没有穿雨衣爬 在一个定点的时候有穿雨衣而已 因为穿雨衣 穿不穿都蛮辛苦对不对 因为穿了就闷嘛 不穿的话身体就死了 因为团长他们其实有判断 就是到底要不要穿 但是你们真正还有去爬富士山对不对 有 那个应该更让你们感动 你们富士山爬多久 没有我们富士山不算是爬 我们就反而富士山其实是比较轻松 因为我们是走富士山的步道 就绕一圈吗 只是观光而已 应该没有绕到一圈吗 没有一圈 没有它就是一条路 因为其实很多人 然后我们就只是体验看看这样子 然后看一下那边的风景这样 刚刚团长说你们走在那一条就是人跟神之间的道路 往上就变神了 所以这样子哪一个路线比较轻松 富士山还是刚刚 富士山 我们是开车上去到那边 然后定点下车以后再走那一小条步道这样而已 所以只是稍微体验一下 对 好最后讲一下你们这个 对你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家庭接待对不对 对 你们三个都不同家庭吗 我跟薛杰是同一个家庭 对 然后 然后跟他们不一样 是 然后他们家里都有女童君跟你们作伴吗 有 有 那晚上你们都在聊什么 就 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真的很尴尬 在车上的时候刚刚见到那边就是很尴尬 不知道要讲什么对不对 对 就完全没讲话就坐在那边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比较多是在讨论隔天要去哪里玩 对 那他们晚上是他们做自己的家常菜 还是带你们去外面吃 家常菜 寿喜勺 对 我们是第一天是寿喜勺 对 嗯 那你你不同家庭 对我跟他们不同家庭 然后因为我们的女童君比较年纪比较小 她才六岁 就是一个小妹妹而已 对 所以我们跟她 他们家也很早就睡觉了 10点就上场睡觉了 所以我们几乎很少有互动 他们很早就睡 那你在干嘛 知道睡觉 对 哈哈哈 其实出远门有时候应该是那种蛮兴奋 应该睡不着对不对 所以那天晚上你应该蛮难睡的 我们前面是有跟就是有交妹妹折子 我们有跟她先做互动 然后我们才去吃晚餐 嗯 对就是我们先跟她折折我们有带去的肉粽的那种折子 嗯 然后跟她一起在客厅折 然后折完之后8点的时候我们才去就是照餐桌吃饭 然后是那天晚上是妈妈煮的咖喱饭这样 嗯 对 好除了咖喱还有什么 咖喱一定是配味噌汤吗 没有耶 我们那天晚上是喝饮料 是哦 我们每次到外面去吃咖喱饭好像都一定是配味噌汤对不对 不一定 不一定 然后他们有用一盘沙拉 然后那上面的小番茄是他们家自己种的小番茄 那你吃起来有没有特别的甜还是怎么样 有 就有机的就对 对 嗯 好那讲一下最后你们回来之后 呃现在还有跟哪一些 你们现在有在联络的 有寄宿家庭 然后还有就是在露营的期间跟我比较亲近的 都还有在互动 还有传讯息之类的 对 然后寄宿家庭的就是他们 因为我回来过几天就刚好生日 然后他们还有祝我生日快乐这样 嗯 就是蛮 就是真的还有在联络这样子 嗯 然后回来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期许要把日文学好 哈哈哈 你们有没有定下什么目标跟计划 有 嗯 就是因为去的时候有看到他们比较年轻的团长 而且跟我年纪都差不多 哈哈哈 所以呢 我就希望自己赶快也去受训变成服务员 嗯 对 就让自己更成这样 然后以后可以变带队服务员去 就是 那个 嗯 那个有在计划 哈哈哈 年纪到了就是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关于语言学习啊 一些日本文化有没有特别想要回来加强 像下次才可以跟他们多讲几句话这样 不会只会微笑 我发现日本人好像讲 学韩语比较快 哦 对真的 好像因为 这个地缘的关系 他们日语韩语好像很多都相通 对不对 因为发音 对 然后还有那个音标都是一样差不多的 嗯 所以学的比较快 只是画圈圈不太一样 哈哈哈 对 对 其实就是希望还是 如果我们能多学一点 日文就多学一点 因为他们英文其实也没有到 真的很好 或是什么 而且年纪都 差不多 就比我们小一点或是差不多而已 所以其实 在那边 因为我英文还可以 啊我去的时候其实发现 英文好像也很难沟通 就真的是要靠笔手画讲跟日文 那我会希望就是在这一年 因为他们明年会来嘛 在这一年的话 如果就是多学几句日常生活的日文啊 或是什么就是也会 他们明年来也会比较顺利啊 这样子 好沟通 嗯嗯嗯嗯 好 非常感谢三位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日本横兵交流之旅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访问三位参加的女童军 好那现在先请她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齿文国中三十六团的陈慧宇 大家好我是齿文国中三十六团的陈颖倩 大家好我是齿文国中三十六团的黄笑人 嗯你们三个都是齿文国中的 是 嗯第一次到日本吗 对啊 嗯我不是 所以你以前也有交流过吗 不是我是小时候跟家人有去过 嗯嗯嗯好 所以你们对日本都还没有印象都还没有很深刻对不对 嗯交流部分没有很深刻 然后这次为什么会想要参加 因为想要认识日本的同军伙伴 嗯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跟外国人接触过 所以想要体验一下他们的文化 你们以前有没有在国内的这个露营场合遇到日本来的 没有 没有 哦所以这是对你们都是第一次非常新的一个体验就对了 对 那另外两位你们自己想参加的理由是什么 哦我是原本是想要 因为我们要去参加有个面试 所以我想要最先是想要去看看能不能选上 结果就选上了 就是选上你再考虑要不要去就对 是不是 对 但是也有兴趣想要知道日本同军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嗯 对 然后我是因为想要训练自己的胆量跟日本人交流 因为本身个性很内向 所以就想看看这次的活动 可是你同学参加多久 参加了一年 一年 所以现在还 八年 嗯 现在还不太习惯跟人家交流是不是 对 还是跟外国人会害羞 对 跟外国人会害羞 因为沟通上面很很难沟通 你们自己有没有自学日语啊 在还没出去之前 没有 没有 所以都是透过这次的一个集训就对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一些你们到当地的一些活动好不好 好 你们表演节目也是全部一起跳嘛 也是三地原住民的阿美族的一个歌舞这样子 对 嗯 然后自己有没有准备一些特别的纪念品 或者是手工 嗯 去跟他们做交换 有 有 在第一 第一天的欢迎会晚上我们就是 在台湾就已经有事先准备好一些手工艺还有名片 然后就跟他们交换 好那是哪些手工艺 嗯 像我是做 用洗管做成的爱心 然后 用洗管要剪吗 还是 就是折一折 哦用直接折就好不用剪啊 对 好厉害 嗯 我是呃就是上网到YouTube YouTube查了一些折纸的 我也是折纸 我折了个蝴蝶结 用折纸的蝴蝶结 哦 对 好不好折 还蛮简单的 就是不会太难 嗯 那你为什么不挑一些难的 还是折一些动物 看起来比较有趣一点 因为我就是 对于做艺术品这种东西不是很擅长 所以我就只能找个简单的 嗯 好 然后我也是在YouTube上面有看到一个很可爱 是用毛线做成的一个小毛帽 然后你做了几个 我们一个人大概要准备50份 50份然后每个都都送就对了 对 这样连那个他们接洽的一些团长服务员你们都送 就是只要是看到日本我们都会直接送出去 哦 可是日本好几千万人 你们看到每个都要送 从机场一路送送到 没有就是看到那个日本同军伙伴 哦是是是 好接下来讲一下这个 呃我很想知道他们那天那几天你们吃的一些呃 呃特别的美食好不好 牛奶一些 特别好吃还是你特别喜欢的 嗯 到现在念念不忘的 嗯 我第一次到日本吃章鱼烧 章鱼烧啊 对 嗯那跟台湾有什么差别 我之前都没有吃过 我之前都没有吃过章鱼烧 哦台湾你夜市很多欸 你从来是不敢吃吗还是什么 就是 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哦那第一次吃了之后咧 第一次吃之后就觉得 好大一颗 在不进嘴巴 但是很好吃啊 所以他们的章鱼烧比台湾大颗 对就差不多比拳头再小一点点而已 哇这么大那你一颗就吃饱了 里面是不是真的塞了一只章鱼在里面 不是 好那你们还有什么特别的日本食物 令我印象深刻是他们的玉米浓汤 嗯 他们的玉米浓汤跟台湾的有点不一样 他们是冷的而且里面是没有玉米 然后他们是用一个像牛奶瓶的那种瓶子 是直接倒出来的 所以那个放在牛奶瓶的瓶子是 冷藏 冷藏就是冰的玉米 可以放在冰箱 冰的玉米浓汤就对了 就是没有加热 哦那喝起来不会很怪吗 超乖 没有玉米 其实觉得还好 其实也蛮好喝的 它等于是变成玉米饮料就对了 对 有点像那种 要捞用玻璃瓶装 是他们自己做的吧 嗯 嗯 去超商卖的 哦有这种食物哦 嗯好特别 嗯好 我们有吃饭团 他们自己做的 对 我们那个有 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他们也有准备两个饭团给我们吃 就让你们带着吧对不对 对对 万一肚子饿的时候 嗯 结果你们出发前就吃逛逛了 嗯 其实那是我们的午餐 就是要爬到 那是那定点之后 就差不多午餐了 对对对 我们是每个人都有带一个野餐店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是一群人都把野餐面这样 拼拼拼拼拼拼成一大块 然后就 呃这时候就有台湾人和日本人 一起坐在一起吃 就是爬完山之后 大家一起吃午餐的感觉就 对对 然后再一起下山 这样有没有特别好吃 因为你们刚好肚子更饿这样 有有有 其实那个饭团 有一个是咖喱口味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里面包了一个梅子 它其实本身是咸的 然后我就觉得吃起来蛮好吃的 但是吃到一半吃到那个 非常酸的酸梅 嗯 它是那种酸到会流眼泪的那种酸 可是包梅子应该 会让你这个食欲变得比较好 对不对 以前不是有听过忘梅止咳 看到梅子就会流口水 吃到那一颗梅子就整个 超酸的 对 然后就一直狂嗑饭团 嗯 所以就是这两个饭团给你们吃这样 对 嗯 好 那这个 还有其他的食物吗 因为我知道你们那天 健行完之后 包括你们在那个 富士山 富士山 对 对 一样也是带这个清便的食物到我们 我们带那个豆皮寿司 嗯 它有教你们做吗 还是他们都帮你做 没有 就是那个团长他们做的 日本团长他们做的 那你们到当地吃真正的日本食物有 有 有没有感觉跟台湾的日本食物有差别 有 像那个我在 嗯 Homestay的时候 那个我的奶奶 嗯 有做一个味噌汤 我觉得它就 喝起来就跟台湾都很不一样 它特别好喝 然后是有比较甜还是比较什么样的味道 嗯 味道比较浓 比较浓啊 然后它有加一个 嗯 就是脆脆的东西 嗯 应该是海带吧 好像很多味噌汤都是加点海带 这样咬起来比较有口感这样 嗯 好那你们两位在Homestay有吃到什么 应该都是在家他们煮给你们吧 对不对 因为只有一个晚上 我们大部分除了早餐之外 都是在外面吃的 但是他们早餐 第一天早上好像是 是做一个汉堡 给我们吃 然后第二天好像有沙拉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早上吃沙拉真的是 一大早吃沙拉 对 很特别 好 那他们还有什么 呃你们跟他交换礼物 那他们也会做一些纪念品 跟你们交换嘛 那你们有收到什么 特别纪念品 呃 我们在Homestay的时候 那个Homestay教我们 用一小张一小张的纸 折成一个很像灯笼的东西 嗯 对但是 我跟另外一个细节 就是不太会评凑 所以他帮我们拼做好再送给我们 哦就是先个别折 然后再把它组合成一个灯笼 对 嗯 我有收到法式 然后那个法式就是 上面有个类似钮扣的东西 但是它的布就是那种 日本传统的布 哈哈哈 哦他你带在身上 嗯 所以你有收到 有 嗯 哦所以他们一样也做五十个 看到人就送 看到人就送 嗯 嗯 嗯 你们有另外再交换一些部章吗 你们自己有没有准备部章 因为其实我们 参加的活动 也没有重复到 所以没有重复的部章可以给他们 嗯 嗯 好 那最后讲一下你们这个 呃回来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 讲一下你们的感想了吧 嗯 有没有特别怀念的地方 包括美景啊 或者是他们的情谊 或者是呃食物 其实六天其实算是蛮长的时间 但是 呃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下就过了 好想要在 在那边再待久一点 嗯 然后再认识更多人 因为在那边有时候 就是一开始有一点害羞 所以就没有把握时间就对了 对 嗯 活动已经快结束了 才开始 熟悉了 比较敢跟日本人交流 嗯 然后他们也应该有约定 这个明年他们要再来对不对 对 嗯 嗯 那你们准备要怎么样来接待他们 这个因为如果他们再来 你们应该也会参加嘛 嗯 可以看看你们这次认识的这个朋友 这样子 我想带他去 呃像他 在那个桃园的景点 嗯 然后或者是 大家吃吃看中式料理 是 因为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 有吃他们那边的中式料理 真的是 呃 台湾真的是比那边好吃很多 哦有差就对 对 然后你们自己家里都可以进行 那个家庭接待吗 嗯 可以 嗯 所以应该你们自己也蛮期待那个 把他们接到你们家 对不对 嗯 很期待 展示一些你们的一些收藏品啊 或者是 教他们一些特别的体验这样子 对 就是回馈给他们 嗯嗯嗯 好 谢谢你们三位跟我们分享 嗯 嗯